很多人都觉得福建人只爱喝茶 但这么想格局就有些小了 其实咱们福建人对酒那也是情有独钟 来来来 喝完这一杯还有2999杯 今天福将仔我就有一系列视频 带大家了解一下福建人自己的酒 话说在3000年前 生活在福建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先民 就已经开始酿酒 喝酒 在今天福建建欧的杨泽村 就出土过商朝时期的青铜酒杯 孤 说明那时候的福建人就已经喝酒 结下了不解之缘 今天在咱们建欧喝得高兴 咱们不醉不归 宋元时期福建成为带货界的顶流基地 一个来自意大利的大胡子马可波罗 把福建建欧产的酒推销到了世界各地 折瓶来自神秘东方的酒 你决定不来一瓶吗 到了明清时期 明朝皇帝御用的带货达人郑和 带了2000坛建州的美酒南下西洋 建州的酒喝到就是赚到 家人们谁懂啊 并且伴随着工商业的发展 福建酒也出现了壮元红 梨花春 清河等一系列自己的高端自主品牌 并且风移全国 喝了壮元红是不是就能考壮元了 你想什么呢 未成年人不允许喝酒 到了21世纪的今天 福建厚重的酒文化 加上独特的地理环境 和传承千年的酿酒工艺 造就了华东六省一市最大的酿酒产区 建欧 并且孕育出独具敏地特色的 山海生态酱香风格的福酱酒 振兴福酒走向世界 酿造福建人自己的山海福酒 是国字号福酱酒的使命 这杯福酱酒也将为东南白酒名城 建欧再添一味醇厚悠长 让世界也品尝福建三千年的醇香 酒真好三千年